猛犯惡 哈囉 你好 我是萊斯 今天的獵人日誌要分享的是 一個我覺得不太有用的東西 但是因為這個東西啊 充滿了滿滿的回憶 剛好又不小心做了路線 就來介紹一下 今天要講的是挖礦篇 有玩過之前魔物獵人的朋友啊 應該都對火山挖礦很有印象 穿了整套的挖礦裝啊 護石取得裝 然後一天到晚在那邊湊團跑挖礦 解特定的任務走固定的路線挖護石 現在的版本啊 把挖礦取得護石拿掉了 而且護石也可以直接打造 現在的版本比較流行的是刷力戰打竹子 不過火山挖礦的傳統不能亡 我也不知道挖礦有什麼用啦 畢竟現在的版本真的是不太缺礦石 有聽說好像超重工會稍微缺一點 我也不肯定 挖礦可以賣多少錢這個也不太穩定 反正就是提供這個挖礦法 首先吃貓飯一定要吃到貓的收穫劑 他可以縮短採集點REPOP的時間 這個是一定要有的 如果沒有沒關係 直接重置任務 重新吃一吃貓飯就好了 接著任務要接自由任務中打炎龍王的 這樣有部分被打X的區域會被打開 如果沒有打開 採集點就會少好幾個 一般其他的採集技能啊 其實可以不用管 因為主要就是在挖礦 地質學護符可以準備一下 一級可以有採股次數加1 二級才是特產採集次數加1 然後三級就是礦石採集次數加1 如果你會缺礦石 這個挖礦路線還不錯 中間會有一些風且鬼爆炸菇之類 同時有大量的調查點數可以採集 一個迴圈下來4分鐘左右吧 3、4分鐘 依照自己額外繞的點不同 會有4、5個藍色寶石和琥珀寧塊 每個大約是100到150左右 調查點數啊 也是真的賺很快 做裝備啊 白糾石 炎玉石這種啊 會比較缺 就算挖到沒有用的石頭 也可以拿去賣錢 雖然不如其他賺錢法快 不過挖調查點數也是不錯的選擇 路線的部分啊 就在影片裡面 看起來還有一點時間 我就瞎了有點廢話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魔物獵人一直有在進步 目前玩起來只有一個地方我覺得改的不太好 就是力戰古龍的吊寶問題 不過那是之後的話題啊 之後再聊 雖然說火山挖礦啊 是一段很有趣的回憶 挖到好多護石可以跟朋友互嘴 然後因為以前的版本啊 技能發動比較嚴苛 所以幾乎完全抑制大家穿一樣制服的問題 頂多就是大家開類似的技能 但是穿的裝備會因為護石的關係 讓每個人裝備完全不一樣 可是火山挖礦這個東西 並不是遊戲的核心玩法嘛 把挖礦取得護石這個設定拿掉 把它改成讓大家去打力戰龍刷珠子 我覺得算是一個很棒的設定 它不但把遊戲的核心拉回了狩獵上面 又另外可以用珠子來控制制服的問題 然後萌昂真的是很棒啊 這次啊 沒用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想要看到更多魔物獵人的內容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按下小鈴鐺就要通知 這樣有新的影片會直接通知你喔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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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會開啟 呢 吧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